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念这部经 你的钱财受到保护 不受财产的损失 读诵地藏十轮经 才为令无损罚 愿敌令不侵害 医者未必守护一切 才为令无损罚 若有人读诵这部经 似为这部经的道理 你应当守护 让它不受财产的损失 佛知道众生贪财 钱是第一位 第一个就说保护他的钱财 别让他损失 他还有个反面的 让他有收入 以得的不要损失 未得的钱财怎么得 含着这个意思 钱财的损失 有五家共的 国家没收了 贼偷了 火烧了 那么贼偷 火烧了 人抢了 或者国王给你没收了 水淹了 这些都还好防范 因为你过去多生累劫的业 你若欠人家债 向你讨债来了 不孝的子孙 会把你的家产败光的 好多帝王将相的财产 没过三代就完了 有福德做得好的 那能保护得很久 大家看到 地藏菩萨感应录的故事 里头说不孝子孙 截夺他财产的时候 那就是转到他的子孙 完了就是不孝敬他 还是忤逆的 那是向他讨债来了 环抱来了 一对老夫妇 有八个儿子 没有一个孝顺的 后来他们就请了地藏相 供养地藏菩萨 一天到晚烧香拜拜 没拜还好一点 这一拜 这八个儿子 一个跟一个死 八个全死了 到了过年的时候 这俩老就对住地藏王菩萨发怨言 发牢骚说 地藏王菩萨 我们还没有供养你的时候 虽然他们忤逆 还有个混眼的 现在全都死光了 到了过年 只有我们两个老的祷告完了 初十三的晚上 诸神下界 地藏王菩萨当然是有神通 就给他们两人托个梦 说 你明天到河边上 你可以看看这八个儿子 这老头的这个梦 早上一起来 老头还没有说 老太太就说 昨天我做个梦 梦见地藏王菩萨 给我托梦来了 说明天我们到河边 去看看我们那八个儿子 老头说 我也得了这个梦 好 我们俩就去看看 他们俩人到河边去看 一道在那水里头 他八个儿子 一个一个划线 都是过去的冤家 他们俩人之所以发财 是害人家的 或者剥夺 或者用重种手段 独人家财 他们一看见就傻了 回来之后再不敢抱怨 完了又在菩萨前求忏悔 晚上又得了地藏菩萨 给他托梦 说送你们儿子 你们俩寿命会很长 因为你们俩是我的护法 是我的施主 我会加持你们 他俩醒来的时候想 这可能吗 这位老太太都多老吗 还能生儿子 这在人间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自从做这个梦之后 他就怀孕了 灵老了 生了一个小儿子 他俩活了九十多岁 快近一百岁 还得了一个小儿子 替梁老送中 在地藏菩萨感应录 有这个故事 二者未必守护 一切怨敌令不侵害 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怨敌转到你的子孙 转到你自己的儿子 你越爱他 他越害你 就是这样 因为你解决不了这个疙瘩 怎么样解决 你劝他信佛 自己天天拜颤 欲不听话 你对他欲好 而且你还要忏悔 我对不起他 他来讨债了 我不能跟他一般见识 你这样就化解了 如果孩子来了就很好 那不是你欠他的 是他欠你的 那就很好 但是佛主托虚空葬菩萨说 若有读诵十轮经 看十轮经 学十轮经义里的 第一个守护他的财物 第二个守护怨敌 不侵害他 第三个守护令他没有邪剑 而邪归一 归一十恶道 你要守护 可别让他堕到十恶道 他要是有邪剑邪归 会堕到十恶道 下午无见地狱 所以在他未发作之前 要事先守护好 让他不会堕落到这里头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